难搞啊怎么越玩越难呢 现在的阵型真的是太坑了 心态都崩了 那只好玩点简单暴力的来缓解一下心情了 之前我们说玩泰坦超宫遇到鱼头针 或者大本营角落偏执这种的 特别容易一星 那今天刚好录了一个打这种阵型的素材 先是分别用几个泰坦和超宫进行断边 这应该是目前最简单拿到三星的流派了 大多数都是普通玩家 太难操作的流派很久都拿不到一个三星 那肯定就失去乐趣了 所以简单的流派一定要有 不可能人人都成为职业选手 那这个流派强烈建议玩一玩 其他的阵都还好 这种阵型我们滚木车不要距离大本太远 女王一定要跟着滚木车走 然后这次蛮王和女王分开了 目的就是为了有效保护左边部队 这样左侧都清理掉了 女王才会乖乖的跟着滚木车去报本 骷髅法术吸引火力 这个大家应该都明白的 路途也从下边开打了 要打就要朝着三星去嘛 这流派三星几率大 一星几率也大 但是只要女王活下来了 就问题不大 我们还留了这么多法术 没错都是给大本营准备的 我就不信最后他一个大本营还能翻了天 这阵用别的流派也不一定好打 但是用泰坦上空根本没什么复杂的操作 普通玩家就可以学会的 然后给女王狂暴准备报本了 我一直冰冻 再给骷髅法术吸引地狱塔 这我看你还怎么让我一星 盲王还有技能 三星轻松到手 这流派他不快乐吗 尤其部落战和联赛 很多之行轻松拿捏 这才是普通玩家能体会到的快乐 就像我们本来一天也打不了多少场 打个十场八场或者一二十场 而很多复杂的流派不打个上千场 连入门都不可能 还体会不到快乐 这个无论时间多还是时间少 都能体会到快乐 光丽修术经常分享更多简单快乐的打法 现在我会选择 你不知哪儿 你不知为何 不知为何 不知为何 不知为何